第八題,使用同一熱源分別加熱三杯水,分別是甲杯水10公克10度C,乙杯水30公克30度C,丙杯水50公克50度C,若熱源熱量皆無散失,容器本身吸熱不激,則此三杯水何則最先沸騰? 我們曉得我們的計算公式是H等於MSΔT,如果我們的H越小,就表示我們所需要吸收的熱越少,它就會越快沸騰,那我們去看看我們的甲杯,我們的質量是10公克,比熱是1,溫度變化呢? 我們最後要沸騰是100度C,減出溫10度C,所以變成10乘以90,也就是900,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乙杯呢? 我們的質量是30,比熱是1,溫度變化呢?最後是100度C,原來是30度C,就變成30乘以70,變成2100,那麼還有一個丙杯呢? 我們的質量是50,比熱是1,溫度變化呢?原來是50,最後變成100,100-50,所以呢答案就變成50乘50,就變成2500,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甲鎖需要吸收的熱量最少,所以它會最快達到沸騰, 第八題問我們說,則此三杯水何者最先沸騰?我們答案選的是A,甲杯